如果你喜欢鸟看中国南方的繁华,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会有机会坐在飞翔的出租车中圆你这个梦想。 2023年10月13日,中国民航总局颁发了世界上首款电动垂直起降出租车的型号合格证。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行业准入证。 而更具有颠覆性的新闻就是,这款名为EH-216S的迷你双座飞行器,竟然也获准可以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翱翔天际。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我是摩西。 EH-216S由位于广东的一行智能制造,外形酷似一架放大版的消费机无人机,在其顶部装载着一个透明的乘客舱。 它由安装在八个可折叠弊端的16个微型旋翼提供动力,在不飞行的时候,它的臂部可折叠起来,从而节省停放空间。 一行已建成了一座工厂,准备大规模生产这种空中飞车。 广东的空中观光之旅的观光项目,最快有望在2023年底前开启。 当然,服务的范围当然并非仅限广东。 10月18日,安徽省合肥市政府宣布,与一行达成了一项价值1亿美元的大单, 计划提供旅游观光飞行及其他服务,如快递配送和紧急救援等。 这将使用约100架这样的飞行器。 一行坚信,其EVTOL将来能以与陆地巡游出租车相媲美的价格,提供空中出租车服务。 目前全球正有许多EVTOL项目在开发中。 据麦肯锡未来出行中心共同负责人Robin Riddle所言, 这些项目已经吸引了超过300亿美元的订单。 中国成为首个认证此类飞行器的国家, 将借此机会在推广该行业的同时积累宝贵的运营经验。 在进行了超过4万次的测试飞行后, 中国民航总局批准了一行的申请。 一行还对EHR-16进行了结构分析、撞击测试, 并验证了其在某个悬疑失效时仍能安全着陆的能力。 监管机构还对一行用已将飞行出租车 与地面控制中心连接的无线网络进行了测试。 这将使飞行器在出现问题时, 仍可以由飞行员远程操控飞机安全降落。 一行宣称,其无人EVTOL在噪音上将远低于直升机, 并且在运营成本上也大为减少, 得益于节约一名昂贵的飞行员的费用, 而增加一位乘客的收入。 尽管如此,至少在初期, 飞行器的性能将有所限制。 以H216S的飞行范围约为30公里, 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130公里。 一行正在研发第二代产品VT30, 预计续航比程将达到300公里, 这将需要额外的认证。 公司认为, 无人驾驶将使飞行更加安全, 正如自动驾驶汽车的更加安全。 如果广泛采用, 自动驾驶汽车将比人类驾驶的汽车更为安全。 计算机的专注度和反应速度远超人类。 而另一方面, 飞行比驾驶更易于自动化, 因为空中的障碍物更少。 一行的野心远不止于中国国内市场。 公司已在美国和欧洲进行了飞行演示, 目标是在这两大市场获得型号合格证。 一行希望在中国的认证有利于加速审批的流程。 但美国和欧洲的航空监管机构可能会采取比中国同航更为严苛的态度。 他们均表示, 将首先仅批准有人驾驶的空中出租车, 并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之后, 才会允许无人驾驶飞行。 但鉴于大多数厂商, 在开发飞行出租车之初的设计方案, 就是无人自动驾驶。 面对监管机构的审核, 他们不得不另外建造有人驾驶版的飞行器, 这无疑增加了总成本。 该公司最直接的竞争者, 包括德国的VoloCounter和两家加州公司Jobi Aviation以及Archer Aviation。 这三家公司都在研发各自的有人驾驶飞行器。 例如, VoloCounter的飞行器更像是传统的直升机, 在一个集成的18个小型螺旋桨的环形框架下悬挂着一个乘客舱。 它计划在2024年7月开幕的巴黎奥运会上启动载客服务。 E航并不是唯一采取自动驾驶方案的企业, 加州的Whiscare公司也已开始测试无人驾驶的飞行出租车, 作为美国认证计划的一部分。 这家波音公司的子公司也将利用一个地面站来监控飞行器的飞行。 Whis预计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的认证, 大约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因此, 对于E航来说, 要想在美国市场取得认证, 也需要走差不多长的路。 但不管怎么说, 乘坐飞行的出租车再也不是渴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了。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飞行出租车才是我们的生活常态。 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 请订阅点赞和分享。 我们下个节目不见不散。